提倡消息 湯游杯賽從今天進入第四天 進行最後一輪小組賽 我國女將今天早上在游杯A組中奮戰作用 但是在0比2落後的情況下逆轉取勝 以3比2擊退西班牙得以排名小組第三 但是無法出現 只能止步小組賽 游杯之旅宣告結束 湯杯賽事方面 丹麥3比2擊退中華臺北 爭取第一組第一 B組方面 香港在和泰國的生死戰中 實力燒勝一籌 以3比1晉級8強 印尼也以3比0清取印度 所有小組賽結束後 湯游杯明天將進入8強淘汰賽